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当然是我嘛 雷丽哈哈 那他们就说了 那干嘛要包着这样子密不透风啊 这样子 我就说 这个人看不清楚的时候通常就是美丽的幻想 看得清楚的时候都是美丽的错误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美的时候 那我们呢 还是言归正传来看这一天 今天我们说要讲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一个感恩的故事 那当然呢 也可以说是稍稍提到一点霸凌 因为霸凌嘛 所以衍生出来的一个还不错 蛮感人的故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一课 那因为这一课它有点像是一个故事的叙述 那所以老师在分段上面就没有按照我们那个课文当中的分段 那基本上我把它比较完整的切成一个单元 好 那所以大家这样子比较能够可以这个那个跟上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 OK 好 其实很简单 It all happened when I was a freshman in high school I was walking home on a Friday when I saw my new classmate Kyle 好 这个这件事 IT 主词 你们现在已经习惯了 一个句子里头主要子句一定有主词有动词 好 但是呢 后面如果有一个重属连接词 那当然像婚姻啊 这个if 啦 because 啦 那么它后面当然就要接一个附属子句 所以呢 连接词就连接两个句子 好 这件事情呢 是发生 OK 好 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When I was a freshman in high school In high school 这个没有问题 是我高中的几年级啊 Freshman是新鲜人 好 还记得吗 那当然新鲜人一定是菜鸟嘛 所以一定是什么时候 高一 后面的这几个字哈 各位做做参考就好了 如果我们在大学当中有四个年级 对不对 好 大一叫做Freshman 大二生就是Sophomore 大三叫做Junior 大四叫做Senior 那如果以高中来讲只有三个年 对不对 OK 好 有三个学年 好 我们把中间这个Sophomore拿掉 就是Freshman Junior Senior OK 好 所以呢 高一的时候发生的 当时呢 I was walking home on a Friday 这个一个 在某一个星期五 不特定的哪一天 好 在某一个礼拜五呢 我正要回家 各位知道 礼拜五是各位最兴奋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要放假了 OK 周末来了 好 那我在一个礼拜五走路回家 好 这个礼拜五是什么时间 好 各位特别注意粉红色的这个字太美了 关系副词 好 关系副词 关系副词的字句 好 也就是说 你不可以光用which哦 好 这个which如果只代替Friday就没有意义 我们应该是什么 which代替Friday 然后呢 然后呢是On Friday On a Friday 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看见我新的同学 所以这里呢 就告诉了我们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两个是同学的关系 第一人称I跟Kyle 好 可是一定不太熟 新嘛 对不对 OK 新同学 那这个when就等于是什么呢 On which 好 记得哈 那我呢在一个礼拜五 然后走路回家的时候 好 那个时候我看见我的新同学 Kyle 来 第二章 好 He wore glasses and was carrying a huge pile of bucks 句点 好 他戴着 当时的时间了 高一了 好 所以这个字 wear 这个wear是哪个字的 过去是呢 戴着穿着 wear W-E-A-R 好 眼镜 OK 好 加那个眼镜 因为是那个一副眼镜 都有两个镜片嘛 对不对 好 像剪刀啦 眼镜啦 那个长裤啦 裤子啦 我们都是成双 对不对 两个裤管 然后呢剪刀两个刀片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用复数形态出现的 那么他呢戴着眼镜 然后呢戴着 夹着 OK and was carrying a huge pile pile是什么 一堆 一大堆的书 好 这个我们常常会有偏见 立刻 immediately 好 这个时候它等于什么呢 right away 这个是我们迪克森片语里面的 right now at once 好 马上 立刻 我就觉得 he must be a nerd 什么叫nerd 书呆子 好 那个马上呢 我就认为说他一定是一个书呆子 我们呢常常瞧不起书呆子 我们都觉得说 哼 只会念书 有什么用 基本上从社会学来讲 我觉得那其实是因为见不得人家好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那么会念书 就好像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女 然后我们心里面就就吃味 就说 哼 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那么美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说这个must be 我们下面会再解释哈 好 这个must 一定后面加原型动词 它一定是个书呆子 因为没有人 各位先找动词 动词 后面这个with是借系词 它不会是动作 所以这里括号的部分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修士语 那能往是主持人 对不对 动词先找出来 在这 因为呀 周末了嘛 带着一堆书 没有人会带着这么多的书回家 去度周末的 OK 好 这又是我们对书呆子的偏见 人家带书回家 也许人家马上看得完 人家可以去有自己的休闲 人家有自己的娱乐 然后人家有自己的专长 对不对 反正说来说去就是咱们自己做不到的事 我们就永远 我们就只好吃醋 然后嫉妒人家 那这里这个with是什么呢 with是带有 然后因为没有人 如果说具有很好社交生活 这个social s-o-c-i-a-l 是社会的 社交的 因为没有一个具有社交生活的人 会带这么多的书回家 好 那你如果换成形容词子句呢 就变成了 no one that has a good social life would take so many books home for the weekend 没问题 那最重要的其实表示猜测 这里这个must 来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比方说呢 由他的什么呢 由他的那个讲话的方式来判断 他一定是个老师 这个must 则请注意后面加原型动词是对什么呢 后面加原型动词是对目前的判断 现在的哟 各位如果对过去的判断 你们说什么叫对过去 比方说哎呀 昨天晚上一定下雨了 ok 三年前 一定他来过这儿 这个都是对以前嘛 很明显的时间告诉你了 好 所以时间要分出来 对目前的判断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 由他的什么呢 judge and found the way 打错字 he talks ok 好 那我们说 他一定是个老师 he must be a teacher ok 好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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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你看一下后面 ok 这么大的字告诉你 这是表示猜测嘛 他一定是一个 一位老师 好 比方说 或者我们是说 哎呀 这个水龙头 这不管用呢 ok 好 比方说 the faucet doesn't wake ok 不管用 他一定坏了嘛 那个水都流不出来 所以 it must ok be out out of order ok 通了吗 这个是表示对目前的推测 好 接下来下一页 on walking 好 各位看一下这个keep on ok keep on就是继续做什么动作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看后面为什么加ing ok 会加ing 大概要知道 知其所 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是因为是keep on 好 那我就继续走 不管他 突然 suddenly a group of boys ran toward him 各位这个toward是什么意思呢 朝着哪一个方向 一群男生 他就冲向 跑向他 这个他当然指的是他那个行同学 Kyle and knocked the books out of his hands 好 这个out of 你们看这个out out的是不是有出去 把这些书从他的手中撞飞了出去 ok 故意的嘛 我们一看就知道 然后还有呢 they pushed him to the ground 然后他们又把他推到哪里 推到地上 ok 好 那由这里我们就知道 这个基本上一定是欺负新同学 而且看人家书呆子不顺眼 觉得说你胆子小 然后你是个书呆子 你一定不敢还手 对不对 好 his glasses 好 后面这句很动人 各位你们学一下 这里说 his glasses 是flu 好 这个flu 我们看一下 ok 好 这个 它算是一个一混淆动词 那个原型动词叫做fly 什么意思呢 飞 过去式是flu 好 过去分词是flon 好 这个飞机呢 这个今早 从台北飞往纽约 the airplane 今天早上 所以我们要用过去式flu f-l-e-w 不是下面这个字哈 flew to New York from台北 对吧 好 你看哦 他的眼镜飞走了 被打飞了嘛 然后这个land加ing ok 多么有学问呢 ok 好 这个land加上l-e-n-g ok 好 这个然后呢 降落 这个land本身是不是降落 降落到三公尺以外的地方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的飞 他的那个眼睛 被打飞到三公尺以外了 你看 这个轻轻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可是我们可以想见得到 当时的那个场面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除了他当飞 他还可以当流动 水的流动 好 所以你看哦 这个flow是原型动词 过去分词呢 过去是 过去分词是flow的 flow的 ok 流动的意思 好 所以这个是一混淆动词 请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回头看 为什么这里要加ing 各位为什么加ing 你看哦 你的主要词句动词 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你如果这里还要用动词 是不是应该 时事把它换成一致 也就是说 你要把它变成 andlanded 主词一致嘛 都是这个什么 这个眼镜 那你如果要把这个连接词给省略掉 好 连接词省略掉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变成什么 我们就要把它变成现在分词 主动的就变成现在分词 还记得吧 好 这个稍稍复习一下 好 比方说 来我们看一下上一句 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跑向 OK 好 这个小孩呢 跑向他的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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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 然后呢 哭得很大声 这个句子很容易吧 OK 来 the boy OK 是女生 好 the girl the little girl ring to her mom OK 好 然后呢 原本我们是你可以说and cry 这样子对不对 好 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and cry 就把它变成了什么 就把它变成了 crying out loud OK 结束了 好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什么 分词的用法 好 那接下来 我看一下下一句 我看着她 I looked at her OK 好 给了她一个拥抱 那我们原本是什么呢 and gave her hug 原本是这样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下面的这个and gave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了什么呢 given her her hug alright OK 有没有问题 一定没有问题 太简单了 对不对 好 OK 那么这一段 我们就分析到这边 see you around 好 谢谢 我 好 我 了 好 我 好 感谢观看